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因为高班泥地 贵初阶段都没有 那些目标应该是泥地赛 赛前最注目的肯定是幸运有利 试习试得好 上季也是明星马 这些货习田坦安市 巴萨洛雅 不过可能也是 美映杨菲 他就期开 答应了都不期 但别管了 潘顿跑都是硬正的 而且这些马上季的进程 当然他输给对手很硬正 而且这些马现在是在找跑法 或者路程 什么路程才是最好的 状元及低 这些货集都在一起 不过那只走着要沾了之后要比一下 要骑一下 相对轻松当然是幸运有利 这次排到一个外当 照他用潘顿这些马很棒的 出了来 你们有人比他快 就跟着你 没有的 我觉得自己走得无不可 这只希斯的马上季演出都算是稳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都很硬正的 这些稳定得来 就像那些赤马洪峰一季 可以交得稳定的表现 起码都是中心 不是经常断揽 因为断揽 其实他中间阶段 是想跑四岁系列赛 对 令到调教马的僵口 性格越来越油 所以他组断 如果再跑千二 去季尾阶段 开始是稍慢的 但现在不同 因为他开锣 季初第一次有些新鲜感 竟然拿着气量而缩成 反而这些马的季初就要靠 那幅节集大家看到 刻意跟着巴什朗瓦 最后的百岭先移到中间 那幅节集是很强的 说道路程根据 我想那只藏原及帝 又交给你 中液礼 对 原来选择选择选择 很多中液礼的马 虽然那幅节集 我自己也翻看了几次 是有些疑问的 以往的马不是这样的 几步底就倒出来很快 可能贯注到底 但一千有时 我们都要跑专家 跑专才的马 藏原及帝 季冬是四岁 我觉得游真的未见底 又是轻飘飘 加上其实他跑沙田 较早前根本是沙田起家 然后他跑马马马地 跑这个路程跑三次 灌亚季各一都没脱过 所以你说 现在没有了铁木仪之后 第二选已经选到这一只 好幸好这只马虽然淹了 但跌绑并不是跌得很多 不过究竟淹后 復出是否可以第一批 化得好呢 我们真的要看看 不如说路程专家 全场四边的那只 美影杨飞 你看看他年纪 暑假转到八岁 上季七岁的马 好像不可以说停步 再进少少步 你看看季尾 田坦安跑 都是有一些日日营 巴萨罗瓦一起跑 他早段拍得住你经典之星 那已经厉害了 那些前速的经典之星 是可以噴射的那只 最终的带入境 他可以抛开你们 他不是一样 在较早前四九三长车 他一样赢过那些状元及底的马 别看少这部分 八岁的老王中 他仲有战斗能力 还有姚本辉 保养也是得宜得得宜 加上这件彩衣 和马主的关系 交情都非常深厚 也是季初阶段的老马 毫无保留 用得一用 四当 前面足够的步速 他又可以咬住三四位 不一定自己走 这次姚本辉大手好马 除了这几匹之外 巴萨罗瓦 如果来说这场上升空间 照理应该是到他的 上季尾当然想偷 那场在谷草 巴道跑 回来都差点到 但这次他不幸 排到一个比较入的档位 算前速他可以 但是看看早段 会不会出来 慢慢切发出外搭 这只马在法国的时候 是一只两岁黄 但来香港 有时你平到这么高分 他要背重磅 是有些难度的 今次经过一个暑假 我觉得这些马 再适应些 应该有些进步 他也是 三岁就要背着一三五磅 其实上季很快捕捉 那也不断 希望这只马 名气马 快捕捉到有表现 还有些马 好像近至同温 其实很久都没有跑过来沙田 究竟会不会给到 少少新鲜感 加上审习城 有些好像健康有问题的马 出来都很好 大家留意一下 对 这些赛事 幸运有利 我觉得应该是胆 马来试用四重彩做胆 拖回 昔耀王者 这只虽然是职佬 其实还有一些分 美兴杨飞要的 日仍有路程专家 还有一只巴薩洛雅 连赢位置Q选择 我都会幸运有你去做主力 这匹马 因为宿程这个变数 拿着这些级数 都无需怀疑 庄园及带 你说腌完之后 是少少粒粒 但路程准 未脱过 美兴杨飞 这些八岁老马 毫无保留 都是要的 第九场都分析完 看看第十场赛事 第十场赛事 三班千四米十三匹马 都是不满额的 初出马9号的周游列国 你只可宴马房 不过排着十三档 不太遭遇 一先生的马是否来 档位叫七档 找到苏绍辉帮手 上季季美冲上来的勢 非常之好 周游列国 真是马主 很好马的马主 所谓何宅摇跑 选择胆的一先生 这只上季已是来的马 加了面孤之后 演出两场都跑得不错 季美那场变化地 其实他真的已经 打算吃下肚子 即是出来先 但是你跑变化地 遇到那只 烂地王 那只连连行运 他跑临地那只高很多 最后你见到他出来 大家拍着一起兜 大家都拼出来 在季美的时段 但这一先生 他的关注力挺好 因为这马在英国 都是古墓亚的马 不过就不是我白人分裂 是高士登 幸好 你不要用得太多 路程方面 他是1,600 跑到1,800 打比更不行 跑到2,000 所以今季做好事情 坐前试集 1,400 因为季初阶段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所以用苏绍辉 试集对板 这些都是打味 其实你看看一先生 越来越拿着英国的职 他在若克 根本就不是赢变化地 他相反 是跑一些干块场地 就会比较好些 所以上季那场紧紧输 比较连连行温 而在变化地输 我觉得收货 加起来 其实他是北半球马 其实他跑完这四岁下列赛事 才慢慢开始适应 你看到这匹一先生 所以这场 我觉得一先生 是比较重心之算 因为你说其他的马 大码的马 比如红云泰斗 会比斗士 总是觉得可能 那种状态 还是差点 但配角方面 你怎么选 这一组 其实一先生 好像称先 还有一只马 降班降回来 就是进益线 虽然这次要背着重磅 但是以往 他在这个组别 其实冲上来的势都不错 很强的 这马后劲 你看到上季两边 一场兜外档 1400 季尾1600 我觉得潘明辉 和这马真的很合格 因为这场之前 其实是跑过1600 那场是全程外搭 跑得很差 一换他 不是 坏坏坏坏 在里面摄上来 赢得清脆 这次进益线 其实本身一早 如果不然早年 那些健康的脚 有一些小事 那时很早升到很高班次 是一只很早来香港 已经有表现的马 这次下班,用潘明辉 1400米,因为这组有多快马 所以我觉得捕捉方便会夹到它 这就是应该要留意的马 今天看到有黄炸,黄炸冲上来 其实细节都不错 看看会否偷偷埋埋,用莫雷拉排队的三档都有一些充势 是的,另外一只是红云泰斗 这只也是,上季其实很有趣 你见莫雷拉跑去,就好像是推前些 但现在看之前那场,不是的 把道缩着跑的后颈反而好 看这只红云泰斗,都在敲门的,来到香港 北半球马,始终都要时间适应 结果在季尾阶段,跑了两个第四 不过分别很不同 这个第四,其实追上来 是起码是拍着外面的,有得冲一下 但季尾莫雷拉跑的第四 就被人脱开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马跑法 应该是要留住好的 今次用田泰安,十二档 预计组段都是缩着跑的 路程不用担心,是千四的 因为这些马,在我二人 其实赢到千六米 气量应该都足够的 你可能要挑剔一下 蔡汉汉的马,季初是否有差点 是的,还有本身的马 大家知道上季初阶段 他的球节是试过受伤的 所以他的出赛频率,上季是比较少 但是,看看留住一点来冲 这个十二档 因为都没办法可以跟到很自然 是 我相信幕后对这只马 都挺高期望 我看见他到最后上季季尾 落到35元 可惜债遇上,早段都涉不到 全程顶着出外跌 看看今次十二档都是难搞的 看看田泰安如何发挥 这场我们虽然选马 喜欢一先生多些 但也有些不同的玩法 看看我们的心水是怎样 一先生应该是这场精选的胆 美场的重心所在 我选条三重彩 拖回晋益线,黄宅,敬礼十足 这位放在前一点的 以及红云泰斗 经历过上星期日的杀科 即是开来日的尾场 都真的挺害怕的 我希望简单一点 一先生就独赢 因为其他边线 我觉得这个范围相对来说 比较阔一点 好像沙田整天都爆冷的尾场 尤其是上季尾最尾场 所以这六宝都有很多多宝 看看今次我们六宝的推介 我整选推介,第五场选了三匹 一号、三号、十一号 第六场、一号、三号、六号 第七场、一号、三号 第八场、五号、九号、十号 第九场、二号、九号 第十场、一号、二号 虽然今期很多马都出马 不满额 不过形势上好像不太简单 会不会练马斯王更简单 练马斯王跑了两期 又挺正路 审习城就赢了 上次夜赛有到方家柏 今次 刚才计划 好像姚本辉马选了不少 对,而且他以众的骑士 也是潘顿田泰安 蘇绍辉 习马也挺多 而且有时姚本辉 一例不止一只 起码两只或以上 还有地利人和 看看天使可否夹得 未来的赛事 头场开炮时间一点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